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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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投資朋友大家好 我是蕭川老師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台北股市前兩天都是爆量出現大震盪 而且幾乎都是開高走低 那今天的台北股市呢 其實表情好像也不是很好 我們稍微看一下 今天整個台北股市 早盤是開高震盪走高 最高快漲100點 那現在呢好像又是開高走低 那現在漲27點對不對 那以這種盤來看 因為你前兩天已經有震盪 那今天稍微小反彈一下 我覺得也算合理了 那甚至於呢 因為今天市場可能都在等待什麼 就是下午的台積電法說嘛 所以可能在想說 台積電法說到底怎麼樣 好稍微等一下 所以稍微有反彈也是合理的 對吧 可是問題是 今天的盤怎麼搞的 好像又有那種 開高走低的一個狀況了 那至於這個盤 來到這個時間點 你會發現到 其實台北股市現在來看的話 都還是屬於那種比較高檔震盪盤 那這盤現在到底要怎麼去解答 我跟你講不用講 大家也都知道了 今天台積電法說很重要 如果說它真的法說不是很好的話 如果台積電都跌的話 台北股市指數怎麼上得去 對不對 那所以呢我昨天就有跟大家講 現在你要去救這個盤 除非台積電大長 那到底台積電這個法說 我們要怎麼去看 我們現在仔細來看 因為最近的美國 它也在公佈一些財報 那昨天有一家公司很有趣 我們來仔細看 昨天公佈了艾斯摩爾的財報 這是半導體裡面光刻機最大的廠商 應該也算是半導體裡面最上游的 那昨天艾斯摩爾它所公佈的財報 它是優於預期 很不錯啊 可是我們來看結果 大跌5.4% 對啊 那今天盤後的時候呢 公佈特斯拉的財報 那我剛看了一下 特斯拉財報其實它整個出貨量 或營收都是成長 但是因為它最近有一些降價的動作 所以它毛利呢 卻沒有符合市場預期 結果呢特斯拉目前在盤後我看到的是 也是跌5%多 也是跌5%多 也不止這些啦 因為今天還有一個新聞我剛才也看到了 我看一下在這裡 串流媒體視頻先驅Netflix 第二季的訂戶呢大幅增加600萬 而且呢獲利意外強勁 但是營收跟第三季的財測呢 令華爾街大失所望 所以呢現在盤後跌7% 有沒有好 那就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說台積電今天所出來的結果 你看那個美國出來的財報 其實有的好啊 可是好也是跌啊 那不好那一定是跌的啦 所以呢台積電財報只能好 如果不好的話會比較麻煩嘛 對不對 因為你也知道那是台北股 是權重最重的嘛對不對 好所以呢你就會發現到 當艾斯摩喔 財測用於預期跌了5%多 所以呢昨天的費的慢腦底 就比較弱嘛對不對 那你會仔細看啊 聯電的ADR呢 昨天跌了2.5%嘛對不對 你看喔 聯電的ADR 它現在已經跌下來 這是ADR嘛 這一跌下來代表什麼 2月份以來上面這地方你去買的 不賣的現在幾乎都全套 所以咧你看喔 這是聯電喔 聯電到現在為止是這樣喔 對不對 你應該還記得啦 那時候我們在那個去年10月份 我就叫你趕快去買聯電 這一路以來 我們在那個50塊以上這附近 3月份左右我把它賣掉了嘛 我說後面我不管他了 後面我也不做了 你會發現我也不去參加除息了 所以光是之前那一段 我們是賺50%嘛對不對 這跌下來都跟我們沒關啊 可是如果你後面這一段你去買聯電的 到現在為止 聯電你都是套了 OK好 聯電都跌下來了啦 那現在呢台積電呢 他現在離那個月線啊 577現在579嘛 大概只差兩塊 所以我就說啊 台積電不能跌啊 如果說連台積電啊 這個地方都破月線的話 這就代表什麼 台灣50 我們這樣子啦 我把那個因為有除全席啦 我們把除全席把它弄起來 還原全值是這樣嘛 如果說你台積電都破月線的話 你台灣50這個月線很難保喔 因為權重最重嘛對不對 啊你台北股市 就破月線的疑慮嘛對不對 好所以呢 我們也不用去在這邊去猜說 啊台積電到底後面法說怎麼樣 反正我們就看答案就知道了 只能好不能壞 好如果說稍微有一些不好的話 台積電一跌 我跟你講那個指數真的就上不去 好那問題是 現在這個盤到底要怎麼去做 我們在最近這一段期間裡面 因為我的看法 跟市場上的老師都不太一樣 好因為這波台北股市 漲起來的時候啊 大家都是漲停板嘛 啊每天那個最強的股票都是你的嘛 對不對 我說嘛99%都是這樣子講 唯一那1%就是我 我7月17號跟大家講什麼 我說我懷疑這個盤它在騙線啊 7月17號在這裡 是不是 是不是 好那現在 7月17號之後呢 這兩天爆量之後跌下來嘛 那今天呢 稍微小反彈 好那各位 這到底是不是偏線 好我們來仔細看齁 其實很多東西 我在跟你講的東西啊 不是說等到收完盤 我們再來看圖說故事 如果你今天有加入我們這Line Edge的話 其實我們在盤中的時候 就已經有跟各位講過了 7月17號 10點多的時候 那時候盤都還在漲 我說我懷疑這技術面上面 有片線的疑慮 對吧 好我這麼說啦 當初我這樣跟你講 就像7月17號那天 我這樣跟你講 我說這地方是片線喔 你可能要注意一下 我也說啊 你不會相信我啦 因為大家都是漲停板啊 每個都創新高都是他的啊 就你說騙線那騙你啊 我問你啊 現在到底是騙你還騙我 你現在可能會有一些疑慮啊 這到底是騙蕭老師還是騙投資人 有沒有 還沒有完全成新啊 但是呢 我們之前有跟大家講過啊 什麼叫騙線 等到你被騙了之後 你才知道那叫騙線 因為過去歷史都是這樣子嘛 看起來都是要漲啊 準備要創新高啊 結果一買進去全部都 你怎麼看啊 110年7月15號那天還創新高啊 這就已經要走攻擊啊 結果呢 後面就跌下來了 109年也是一樣啊 那幾乎都已經快 離前高只差個幾點而已啊 結果呢 買進去跌下來 有沒有 這裡你看都是攻擊盤啊 買進去嘛 去推看看嘛 結果就跌下來嘛 對不對 這就要做什麼 這就叫做騙線嘛 OK好 那台北股市呢 到底會不會像我所說的 出現片線 好我們注意看喔 7月18號 那時候我跟他講啊 片線的訊號已經浮現了 7月18號在這裡啊 為什麼我說片線的訊號已經浮現了 因為他爆大量了 你在高檔爆大量 我說過 從來沒有什麼太大好事了 當然市場很多老師跟你講啊 直接換手 這還要再創新高 我這不知道了 反正今天 除非今天晚上 今天那個太極電大漲嘛 如果太極電大漲還有機會了 那會不會大漲 我說我不知道 也不用猜啦 反正下午就知道了 只能好不能壞 因為艾斯摩爾的財報優余預期 都跌5%多 那如果說你只要稍微一波 不怕好的話 就像今天盤後的特斯拉 他也跌5%多嘛 對不對 所以咧 7月18號我就跟他講 因為爆大量嘛 這個訊號已經開始浮現了 但是呢 重點在哪裡 7月18號我們在Line Edge裡面 你注意看了 9點25分了 所以很多時空 你沒有時間看節目也沒有關係啦 這個Line你就稍微注意一下 我寫的東西有沒有辦法 有沒有讓你有參考信 這個你自己在決定 你不相信我都沒有關係 那時候我就跟他講 7月14號的低點 如果失手的話 就是一個警訊 對不對 7月18號在這裡 7月19號呢 昨天就破了嘛 對不對 昨天就破了嘛 當昨天破下來之後呢 我昨天有跟他講 接下來你要注意喔 破月線的話 電子股將兵敗如山倒 OK 好 我們來看 到現在為止呢 月線差不多在17016 現在大概17144 也要說 這個破月線大概還有100多點左右嘛 那為什麼我跟他講說 這個月線如果跌破的話 電子股會兵敗如山倒 我們今天稍微再把它加強一下啦 因為我跟他講過說 我在跟你講的東西 這市場老師也不會講 你問他說這盤到底怎麼看 這個盤就是大漲啊 這個盤拉回就是買啊 這盤漲停盤都是你的 我說很多東西 得有它的邏輯去做推 那我再跟你講的東西 有沒有這個道理 你自己去做評估啦 那我今天車標有寫啊 月線是融資大套樓的分水嶺 這是什麼意思 各位我們就仔細說 我們來解盤啊 把這個盤去把它釐清楚之後 你再來去決定說 這盤你要不要去賭一把 賭什麼 這盤會大漲啊 這盤又會裝新高啊 所以你這裡拉回就是買 所以你要趕快去買 到底是不是要這麼做 好我們來仔細看啦 特別你會發現到 因為台北股市 好這樣子 台北股市到現在為止 它是屬於高檔真的慢盤 對不對 你說真的走空嗎 目前還沒看到喔 但是我們先從籌碼的角度裡面來看 你看喔 如果台北股市破月線的話 這就代表著說 從6月13號到這一段 這上面一定都有套牢籌碼去嘛 對不對 這如果破月線的話 這上面都一定有套牢籌碼 對不對 好我們現在把這個籌碼拿出來看 你注意看喔 從6月13號到7月20號 應該說說到昨天啦 因為今天的數字沒有出來 好我們看喔 光是這一段期間裡面 差不多有一個多月的時間 外資在這上面 它是賣了471億 外資在賣方嘛 投信它賣247億 投信也是在賣方嘛 對不對 好那製營商呢 它買超260億 可是你也知道了 製營商有時候動作很快 它是比較偏短線 但是畢竟它這地方是買的 OK好 製營商是買260億 可是你知道嗎 欸這段期間裡面 買最多的是什麼 融資啊 263億 有沒有 你看喔 這一個多月以來 外資投信都在賣方 但是呢買最多的是融資 263億 OK 好那你這樣子買到底有沒有道理 好我們來仔細看喔 我們剛剛說嘛 這一段 到現在為止融資買最多 是不是 好 那如果說你台北股市 這地方破月線的話 我們說如果破月線的話 當然你會跟我說 老師啊這破月線 也不代表說 大家這邊買進的全部套嘛 為什麼 因為這個地方都還沒有破前面的低點嘛 那代表說還是有人賺錢嘛 對不對 這樣講算合理啦 可是我要跟你講一個重點在哪裡 你注意看喔 台北股市如果破月線的話 你會發現到 之前那個低檔那個時候呢 融資啊它只增加5億 在低檔的時候融資只增加5億 這個地方融資只增加6億 有沒有 這地方呢融資只增加6億 對吧 好那沒有做很多啊 融資增加最多在哪裡 從這邊開始增加48億 增加26億 這地方增加15億 昨天呢也增加了5億多嘛 對不對 可見來說 當時盤在震盪壓回的時候呢 買的不多啦 但是漲上來的時候拼命買 真的拼命買嘛 好那我們仔細看 剛剛我們說嘛 從6月13號這一段 台北股市的融資總共買了263億 對不對 剛剛我們正在講嘛 好那可是呢 你前面這低檔買的不多啊 就5億5億6億6億啊 好把它扣除掉的話 這代表說如果你破月限 你這個盤最起碼 在這一個月左右的時間裡面 你套了240億 240億 OK好 那可能有人會問啊 老師那一整天那個盤啊 那個大盤的成交量都已經在三四千億以上 這240億根本不算什麼嘛 如果你是這樣想你真的專業支持你可能要加強一下啦 因為這也不 大盤這三四千億也不都是融資買的 還有法人啊 剛剛我們看到嘛 那法人員一堆投信自行商就是偏賣方嘛 對不對 可是這240億它所代表的意義在哪裡 各位你注意聽喔 你注意聽喔 我們剛剛說嘛 從6月13號到這裡嘛 總共買263嘛 我把那個最低點的扣掉嘛 這代表說這上面啊 套勞多少 240億 OK好 我們再把它來看喔 這240億它代表什麼意思 台北股市這一波上來之後啊 起漲的訊號應該在這裡嘛 5月16號 對不對 你注意看喔 5月16號以來 融資總共買了多少 378億 有沒有378億 就是說 從這一段以來 融資就買了378億 但是我們剛剛說嘛 如果說你這地方破月線的話 這一段呢 你融資是套了240億 這比例是多少 63% 我算過了 63% 好 那這代表什麼 如果你台北股市喔 破月線的話 這就代表著說啊 你用融資去買的一些散戶啊 到現在為止喔 如果說你這地方去破月線的話 你高達6成以上的人全部套了 那高達6成以上全部到老 我們用數字去賺嘛 我現在跟你講的東西是合情合理的 我沒有去亂吹 也沒有嘛 我就說數據到哪裡 我們就看到哪裡嘛 對不對 好 那我跟大家講 我之前就跟大家說過啊 這個盤 你不要去當最後一隻老鼠 台股最好不要破月線 因為如果你一破月線的話 高達63%的融資是全套 這就代表什麼 上面很多老鼠 對吧 那為什麼上面會很多老鼠 這就是我之前跟大家講的啊 每次低檔起來的時候 你都不會買 漲越多的時候呢 你就拼命買 所以你現在把你的成本全部都墊在上面啊 所以這盤只能漲不能跌啊 你現在只能保護說 哇 那個台積電的法說很不錯 然後台積電明天大漲 最好是這樣啊 我們最好是化解掉嘛 化解掉的話 如果說真的OK的話 我們在進場做多嘛 可是問題是你現在看到的狀況就這樣子啊 這盤只能漲不能跌啊 如果你去破月線的話 代表說你現在六成以上的 你用融資做的全部都套 那如果說呢 趴的人越來越多的話 指數只要稍微越有跌 那個趴數就會越來越大 對不對 如果說你套牢的人越來越多 閃物越套越多的話 我可以跟你說啦 後面一定會有修正坡啦 因為你籌碼不洗乾淨 你後面怎麼拉 如果說當這個修正坡一出來的話 你上面套牢的融資越來越多的話 我可以跟你說啊 接下來會有融資斷頭的問題出現了 我沒有在想你 我們現在從整個數據裡面來看是這樣 對不對 好那各位 那我問你嘛 你要不要追嘛 對啊 大家都是漲停板啊 每天漲的都是他的 我昨天就有跟你講啊 你以今天這種盤來看的話 你手上的個股不可能是滿手好牌的 有可能嗎 我們從個股的角度裡面來看嘛 你注意看嘛 今天盤在跌什麼東西 你看齁 昨天漲的就跌啊 對了你追不追 追就死啊 不就是這樣子嗎 昨天還漲的股票今天就跌啊 沒有錯嘛 你追不追嘛 對啊漲上去大家都有啊 昨天漲的股票都在跌啊 你看啊 這些都是這樣子啊 昨天呢 有些人就開始啊 從電子類股啊 就跟你講啊 你看那個生計 從來不講生計的啊 每天都是電子股啊 結果呢 昨天生計一動 你看今天都跌啊 你看嘛 今天都跌嘛 對不對 你再仔細看嘛 前一天也是這樣子啊 紅機漲的時候呢 大家都有啊 既然都跌下來了 漲的時候都有啊 大家都跌下來了 你看嘛 有沒有 漲的時候呢 你去追嘛 到現在為止呢 你說可不可以追 你自己看嘛 有沒有 這些股票到現在為止啊 你一追你看 漲大家都有喔 你看融資都 融資也沒有減 人都在增加啊 結果呢 講完之後就跌大跌 有的更扯啊 你一跳空下來 結果套牢籌碼越來越多 你看 昨天順的不達到跌停板嘛 今天還在跌啊 我問你嘛 可不可以追嘛 這上面套牢籌碼越來越多啊 昨天信邦也是這樣子啊 今天也談不上去啊 你看融資在增加啊 是不是 你看啊 這中心電連跌兩天啊 你說可不可以追嘛 當然你可以跟我說啊 老師啊我不用追的啊 我去低接啊 我問你什麼叫低接 我們現在來看嘛 你低接的狀況有沒有好嘛 你看翔碩嘛 你看融資創新刀喔 你低接啊 昨天的上影線 今天還在跌啊 我說嘛 如果盤不穩的話 我問你嘛 他會不會再穿波段低點 這可以低接嗎 這在半三腰的刀子 跌下來你怎麼接 你看普瑞 融資也在增加啊 可是這一路跌下來你一直買 我跟你講你越買到最後 你沒有錢買啦 你沒有那麼多資金啊 不是嘛 你到現在為止你看啊 買的全套啊 這些個股也是一樣啊 好不然今天要談一下 你看流上影線啊 你一直買嘛 你一直買 你有那麼多錢可以一直買嘛 我不知道啦 我認為買到最後你一定是 錢越來越少嘛 你看以勝 有沒有融資也是增加啊 結果一跌下來你一直買啊 你低接你怎麼接 更況有些個股是到現在為止 你看那也談不太上去啊 你一路買一路買一路買 買到現在為止 怎麼上得去 所以股票都是這樣子啊 你看那個股到現在為止 都是這樣子啊 對不對 那我要跟大家講 現在接下來要注意什麼東西 如果盤不穩的話 這些股票都會做頭啊 你看立即是 之前是不是有人叫你買 對不對 你看喔 有些個股到今天為止 已經開始有那種 起跌的訊號出來了 你自己看嘛 這些股票都不是 也都不是小股票啊 你不要跟我說這些股票你都沒有 漲停的你都有 真的漲停你都有嗎 我們來仔細看嘛 當然啦 今天有些股票 他有談起來 比方說台表科啊 今天漲停啊 可是你有嗎 你一定要買到 對喔 你買錯都是套啊 對不對 像今天一定有人跟你講雷虎啊 你看雷虎有漲停啊 問題是你有買嗎 還是你買在上面現在還在等解套 我不知道 所以我就跟他講啊 這盤到現在為止 你不可能你滿手是好牌 你為了抓一檔股票 快他們抓一檔標股 很多老師都這樣子啊 買一堆啊 組別一堆啊 你為了抓一檔股票 你可能要賠三四檔 但是如果你有一檔套比較深的話 你用其他的三四檔 你都搬不回來 所以來到這個時間點 我是建議各位 我們在分析的過程裡面 我們是有憑有據啊 當然我不敢說我百分百 但是我們是從邏輯性 去慢慢幫你推演嘛 對不對 那我剛剛已經講過了 台北股市剩一分鐘喔 台北股市呢 月限它不可以破 如果這一波是融資 就差不多有將近有六成 六成以上的融資是大套了 再多點點那個融資會越套越多 當然你會說 老師那個法人會幫我買啊 法人會買上去啊 昨天起貨結算完之後 外資的倉位只有三千多口 這也是好高的 那只有三千多口喔 它沒有大增啊 外資怎麼可能會 法人怎麼會幫你去做解套 所以你反而要預防什麼 會不會越疊越多 越套越多的話 它已經後面給你一個修正 這一修正下來 一定有股效融資斷頭 所以台積電今天的法說 它只能漲不能跌 否則你台北股市的危機化解不了 那我也跟黑娜講 今天禮拜四嘛 明天禮拜五嘛 如果台積電的法說 它並沒有把台盤帶上去 反而還有破月限的風險的話 我跟她說齁 年禮拜五的測標會寫什麼 下週跌停板開始擴大 就是這樣子啊 或許我講的不是很喜歡聽的了 但是我覺得 如果你能夠聽得下去 最起碼你不會套在上面 好不好 好啦時間到了啦 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待會回來 27810909 27810909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運達投顧成立於民國84年 是一家政府立案合法運作的投資顧問公司 擁有證券及期貨雙執照 更是國內少數老字號的投顧公司之一 投顧業是一門良心的事業 面對的是高獲利與高風險的投資 我們不造神更不沉默 專業、智慧、經驗、負責 用最嚴謹的態度、最嚴格的標準 來決定股票買賣 帶領會員穩健的獲利 更是我們唯一的宗旨 運達投顧真心照顧 02-2781-0909 2781-0909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勢 股市民視現階段手中的標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都在股動乾坤 好歡迎回到現場 剛剛我們用籌碼的角度裡面 我們就跟大家分析過了 因為台北股市目前是比較偏高檔震盪 那我說月線千萬不可以破 那當然台積電的法說今天很重要 如果說台積電法說不理想的話 讓台北股市破月線 同時你可能就要注意一下 你手上的狀況 個股的狀況 因為這個地方最起碼有六成以上的融資 都是出現套牢 那到時候可能就要提防 一有修正 可能會有融資斷頭的風險會存在 好不好我們把整個盤式講解給大家聽 你覺得合理的話 你就趕快調整持股 你覺得不合理的話 沒有關係你趕快 你不用相信我的 但是我還是希望 我可以幫得到你 那你有任何需要我幫忙的 歡迎你來電諮詢 我們明天見拜拜 宜潔力��peodoxy 英讙獨立判斷 隨身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現在енер